《破烦恼者见唐义》 《大宝极经》里的如来会 烦恼者贪嗔痴痴等 烦心恼神 顾名烦恼 这是烦恼的总说 热局贪嗔痴 后头用个等字 这个东西烦心 让你心烦 让你生脑 成为烦恼 又贪嗔痴慢戏 身见边见斜见见见躯戒躯适中 成为烦恼 这个是烦恼 法相中成为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六个 六个是把后面的五个归纳成一个 叫悟见 贪嗔痴慢疑悟见 善悟的悟悟见 悟见开出来 就是身见边见邪见 见去见 这是烦恼最重的 为什么 这是轮回的印 这十个没有了 轮回就没有了 轮回找也找不到 他是假的 阿罗汉就是断这十个烦恼 完全断干净 正阿罗汉口 超越六大轮回 他往生 四圣发界的 深温发界 啊 这十种烦恼断了 但是 习气没断 所以在四圣发界 就在深温发界里 他还要修 修什么 把习气断掉 啊 见思烦恼的 习气断掉了 他就不杀阿罗汉了 生气了 叫辟之福 啊 所以辟之福 是见思烦恼 连习气都断干净了 天台中 以见思沉沙无名为三后 这就是迷惑 三种迷惑 见思 放下 我们说放下 啊 经常讲断 放下 就是断 远离 也是断 那这个东西 是毒 是害 不要放名门里面 讲根本烦恼 六个 这是最毒的 烦恼 烦恼的根 无量烦恼 都从他身上 所以要真正知道 这个东西 是麻烦 那不是好东西 可是人偏偏贪爱 偏偏偏贪念 不肯放下 天天念着 跟着他转 所以 所以学佛 怎么学 功夫都不得力 这个东西 不要问别人 自己要回光返照 要好好去想想 为什么我功夫不得力 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自己回光返照 把原因找到 把原因消除 你才能进步 啊 决定不能冤天 有人 为什么 与人不相干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事情啊 啊 许多人错了 自己不成功怪罪别人 造根重的罪 甚至没怨佛菩萨 没照顾他 再告诉你真话 根本就没有佛菩萨 佛菩萨是什么 是自信求 啊 长极光里头 什么现象都没有 一平光明 那是你的自信 那就是诸佛如来 啊 那就是诸佛的法神 所以大经上佛讲得很清楚 设访三世佛 共同一法神 这一法神就是长极光 就是大光明照 他在那里 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任何一法 都没有离开长极光 唐极光 灵明 就知 我们脸头才懂 他全明白了 啊 所以 遇到困难 只怪自己 不能怪别人 老祖宗教给我们 行由不得翻求助己 这是最正确 这是最正确 解决的方法 啊 决定不在别人 佛华完全加定 那时候 向内不向外啊 向外全是过失 向内就找到真理 就找到答案 就找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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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感谢观看